蔡英文不是口口声声的说 要维持现状吗 那为什么不愿意维持现状的呢 因为如果按照蔡英文的圣旨 然后开始相关的文武百官们 都要动起来扮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此举不当 但是翻遍相关法律又毫无规定 所以要修法规定 是这样的吗 那就表示要改变现状 因为现状就是韩国瑜 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现状就是韩国瑜没有犯任何错 那今天蔡英文对这个现状 非常的不满 谢长廷也说现状不同 跟我当年2013年去的时候 是不同的 那时候现状改变了什么 那蔡英文又为什么 想要改变现状 你要改变这个现状 到底是为台湾好呢 还是因为你看不得韩国瑜好 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悲的 就是说今天第一个 民进党执政每次都让我觉得说 他们好向往老奖的时候的威权时代 然后他们好向往当时有警总 有各种的这个 那时候叫什么 不是叫国安法的临时条款等等的 国安法的前身 我觉得他们好向往 希望在动员看乱世纪 对 我觉得他们好向往那个时代 总统说了算 汉贼不两立 那个时候抓起来就是匪谍关起来 陈志冲不是说要告他 那个吗 外患罪了吗 对 我就觉得民进党 满脑子都好向往那个时代 恨不得在他们掌权的时候 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以民进党反对 两讲时代的威权时代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信仰跟向往 而是他们是属于没有权利的那一边 他们只是希望成为有权利的那一边 看谁不顺眼我就拿法律办你 看你们还敢不敢 这叫做绿色恐怖 但是可悲的是说 你起码要有一点恐怖 对不对 你这个不恐怖你是讨人厌 恐怖就是说我真的会怕 对不对 万一被抓起来怎么办 万一我真的被关怎么办 韩国瑜如果回来 会不会像陈志忠讲的 匪谍叛乱抓起来 不会吧 有 太离谱了吧 五年以下有席徒刑 是陆委会可以认定的 所以要把他抓起来关就对了 他最好是这么做 就是你又不敢做 你也不可能罚他 你也不可能关他 那你一直打这个嘴炮要干嘛 你变成就是说 你想要倒大陆恐吓的效果 你也打不成 你想要立威的效果 你也立不成 你只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笑话 不是人民看你笑话而已 全世界都看你笑话 老共也看你笑话 我现在老共坐在这里 我什么都不用做 民进党就自己 吓自己就已经吓了日子 都没有办法过了 我觉得这种恐共 然后毫无自信的行为 这是民进党要去看 沈医师看得怎么样 要看什么样的心理医师 才能够治疗 谢长廷那个时候 是2013年 并不是97之前 邓小平上台 大陆就已经有一国两制了 不是现在才有一国两制 97香港就回归了 不是现在才回归 那请问2013年的谢长廷去 大陆是主张一国两制的 是用在香港一国两制的 香港已经回归了 所以才有中联办 不然哪来的中联办 那哪里不同 什么不同 2019跟2013不同 哪里不同 什么不同 就韩国瑜秃头去不同 韩国瑜跟谢长廷不同 中联办他去到香港 人家是地主 特首也建了 为什么不能建中联办 那请问建中联办是怎么样 在餐厅建吃饭就可以吗 在办公室建就不可以吗 这是什么逻辑 要卖台只能在 对方的办公室里头才卖得掉 在其他地方都卖不掉 eBay就可以卖了 还要到人家办公室去干什么 这是什么古老50年前的思考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好像说你要泄露机密一样 难道你要跑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还是中南海 才能够泄露军机吗 全世界到处都可以泄露 所以民进党并不是 真的担心国安 你这不是笑话吗 你这个不是 真的小看我们人民的智慧 我们都这么蠢吗 都这么笨吗 被民进党这样一家 我们就很害怕 韩国瑜明天就要把我们卖掉了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要上演一个 如此荒诞不惊 然后就觉得这个政府在干什么 如此没有自信 你只能凸显出 你没脚啊 你没脖啊 就像韩国瑜讲的 每天拿一个牙签搓他屁股 脑袋坏掉了 你还不是拿扁钻 你只是拿一根牙签 只是搓得我很不舒服而已 干什么我又不会受伤 他没有拿牙签 我确定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难怪老百姓会觉得 你刚才有点搓到大牢了 对不起 难怪老百姓会觉得说你很讨厌 你很烦嘛 你就是整天难道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国安体系 想出来的唯一的招就是这样而已吗 这样子老共怎么会怕你 韩国瑜都不怕你了 北京会怕你吗 19核一大选到现在 甚至到明年1月11号 这是一出连续剧 这是他那个是国民党选赢了 县市首长 就是说中统跟立法院 比较重要 这出品是这样刷下去 丁冠最今是国民党贏了 下级看来国民党趁胜追击 大赢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今天韩国瑜的角色 这出品里面 韩国瑜的角色是什么 是主角减得硬 对不对 你看韩国瑜一位 鳥鱼也有肚脏 也有肚脏 他鳥鱼就是抠抠两个 扭扭掉 捏不掉 这个效果其实还没有充分发挥 因为他这个鳥鱼的效应 顶多是让国民党这趟刷丁鱼 少许会吞大 但体质上并没有跟着他一样 变成鳥鱼 这个生命力并没有完全回来 但是我说他也在脏鱼 為什麼 就土氣垢 這個接地氣 跟基層有連結 說土殺 土殺大家又聽得懂 土殺就是完全地氣 所以現在民進黨 是把韓國瑜看成是 大概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恐怕以目前的聲勢 他大概會變成 明年以後的總統 如果不是的話 民進黨不會這樣打 我們翻過來講 今天如果跑去香港 澳門 深圳 廈門 如果不是韓國瑜 而是盧麗媛 或者是侯友宜 他當然還是打 但是會打得這麼猛烈 我認為不會 所以他是把他當作 潛在的總統候選人 而且是未來的總統的角色 所以就完完全全是 韓國瑜條款就是 只有針對他 當然 但是我剛才已經講過 韓國瑜是主角兼導演 因為他去了以後 到底要怎麼演 我想大概很少人知道 國民黨知道嗎 國民黨在導演這齣戲嗎 我覺得國民黨沒有這個本事 他只要讓你走到哪裡 他自己演 他越演越促逼 每天都有新的靈感 演到我下明目 不知道他要演什麼對不對 但是北京有沒有角色 北京是有角色的 因為他到了對岸以後 到底格局要怎麼樣 規格要怎麼樣 這些商人這些要怎麼配合 到底單要下多少 到底你這個特首 或者是這些中聯辦的主任 要怎麼接待他 我覺得北京都已經有想辦法 做某種程度的指導 話說他們都設計 沒設計 地方設計就好 但是我覺得在這齣戲裡面 北京的角色是什麼 北京的角色是製片 兼半個導演 為什麼我說當時製片 因為北京對台政策 是有他一道的 所以這個就是劇本 對台的劇本早早就寫好了 不是蘇貞昌那個劇本 這是對台政策的劇本 但是因為碰到韓國瑜 這個劇本要做某種程度的修改 這位拍了 真的是 如果你照北京來選擇的話 現在別無選擇 大概就是他 但是韓國瑜也有很多特點 是北京並不是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傢伙是中華民國派 而且真的是很道地的 而且口才很流量的中華民國派 這個很多對岸的網民 就到我的臉書來講 他說給他當選了以後 這個中華民國派 起碼讓台灣的壽命往後再延8年 不只延8年 我們還要花錢買他的水果 說起來也很衰 所以現在你想韓國瑜去了 風光光 這邊3億那邊6億 加起來幾億 加起來50億 你們的重點都喜歡討論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個別金額來講 就單位價錢來講不高 就高雄的GDP的百分比也不高 但是這是他的做市長 前三個月的起手勢 這會有得到 這新冠上任 我對大家的承諾 貨要出去 人要進來 人要進來 又看不想出來 貨要出去 我做到了 所以這是起手勢 但韓國瑜沒有那麼笨 韓國瑜下來 就是要產業 要金融 要海陸 海空的運輸 還有新創產業 電子 這個都要的 但是他現在說這個比較簡單 說這個大家聽得有 而且大家有感 所以北京竟然認為這個傢伙 我逃不掉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配合他 讓他臉上好看 讓他有天頭 回去可以交代 還有也不能做得太過分 所以很多人 很多不知好歹的人 都說見了劉潔一 你門關起來又幾個小時 沒有讓外面知道 你們到底講些什麼 我跟你講劉潔一 或者是北京的習近平 沒有你們想得那麼笨 因為他不能講一些 讓韓國瑜沒有辦法交代的話 或者韓國瑜被迫要講起來 如果洩漏出去的話 在台灣會失分的 你曉得最擔心韓國瑜失分的 是北京 韓國瑜不能失分 韓國瑜失分的話 換來的人恐怕更難纏 所以這就是演的結果 就是有版有演 演得都不錯 但是民進黨回到本題 民進黨有什麼角色 民進黨沒有角色 他演反派 沒有角色 他後面跟 後面追 不能讓你一路放肆下去 你吃了一個慣勢 出來了 而且其他的縣市的 什麼盧秀燕 這個韓國瑜恐怕又跟進了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 就忙於應付 所以他現在是事後補救 蔡英文也奇怪 做一個總統你在海外 講得那麼白 看看有沒有法規可管 顯然就是連總統都不確定 他當過陸委會主委 他知道沒有法規可以管 我想他心裡是知道無法 所以後面才要補上一句 如果無法可管 他要想辦法 想辦法 陳明通做他的部下 他只好想辦法 就要想一些這種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你覺得韓國瑜這個人 喜歡這個民進黨政府 對他這樣出來 他喜歡 他喜歡得要命 如果民進黨當初沒有看見 回來就回來 把他刷刷刷 那韓國瑜就沒繫上來 所以你說民進黨又掉進了陷阱 當然 我跟你講 民進黨這樣把它修理 對韓國瑜這個人來講 鄭重下懷 我就是怕沒人幫他修理 你幫他修理 我發表預約很長的聲明稿 兩三句幫你撕掉也可以 他就是很靈活 靈活到 他就是靈活到最後這個C 繼續唱下去的話 對他是有利的 所以民進黨 我回來講過 民進黨沒有高人 就這一點沒有高人 而且你以前沒有想到的 現在情勢變遷 情勢變遷就是在地方選舉以後 國民黨做大 而且國民黨做大以後 有信心 就是說認為我在野的時候 不見得要聽你中央的所有法規 我可以去插冰球 我可以去突破 現在這樣民進黨 雖然理選舉30個月 雖然理政權交替 到明年5.20 還有14個月 但是動不掉 他不只說動不掉 對老百姓也有一個高台 他如果都不動聲色 有人看衰 但是動了聲色 也很糟糕 所以我跟立文 立文離開民進黨以後 就對民進黨沒有同情性 我是還有一點